EDU-2017 MIT 作业系统的特色 首先支援MBR-UEFI开机 它是一个64位元的作息 Kernel用到的是4.4.0-64这个Kernel 目前最新的Kernel 它的负载相当轻 开机非常的快 LibreOffice我们采用了5.3的版本 Inscape使用到了0.92版的Inscape 0.91版Inscape常有遇到中文或者闪荡的问题 目前现在的版本是0.92.1 那我们也支援了雷雕的 Gcode产生的扩充套件 在Arduino上面 我们支援了Arduino的万用驱动程式 Squatch2也正常安装 也提供了开放硬体 S2A 及其他的 在开放硬体的部分 我们使用了 S2A的连线 还有Transformer的连线 3D列线 3D列线的部分 开放硬体 我们有一个看图软体 专门看St2档 开机还原 还原系统 也帮老师准备好了 再来一个是自行 我们把教育部的标准凯书 还有成智库自行 已经安装进去了 这是几个比较 重要的改变 也支援老师上课 如果有兴趣欢迎使用 至于其他以前 已经有的就不再多说